环保意识抬头 花莲县政府也积极着手推动节能减碳 净零碳牌等相关的业务 9号上午在环保局内启动了 花莲县环境教育数位中心 希望透过VR实镜等互动体验 让更多民众可以认识到环境永续的重要性 我们一起启动花莲县环境教育数位中心 近年来环保意识抬头 花莲县政府也积极着手推动 节能减碳净零碳牌等相关业务 9号上午也在环保局内 启用了花莲县环境教育数位中心 我们了解我们最近最夯的议题 就是我们20500净零碳牌 还有这个极端气候对我们 我们环境的影响 那我们这个VR的体验款 让他们了解这个低碳生活 我们从十一住行要怎么来减碳 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力能的探索 就是我们要如何了解这个力能 所展现的 馆内共有四大主题 透过VR实境等互动体验 让民众能从游戏中 认识到碳足机及电气节能 亲自感受其中的必要性及急迫性 达到教育功能 我想一个智慧城市的启动 要从我们的这个智慧治理 载到我们的各局处 所以无论是中央地方 都不断的在AI智慧化 而在环保局 我们的智慧化 这只是其中的一环 然而在永续市花莲的日常 我们不断的推动的时候 我们更希望能够向下扎根 能够透过智慧化以及ARVR的部分 让大家能够在虚拟的实际里面 去了解我们如何来做实践 环境教育数位中心 从即日起开放免费参观体验 欢迎各级学校、民众、亲子 利用官网报名系统 进行识人团体预约 认识环境永续的重要性 并一同响应绿能减碳行动 记者徐立晴、华联士报导 游往向前